现在和大家再讲一下梁一众永春的特点 其实他和叶问系都差不多 都是三套拳 一装 一刀 一滚 但是在训练方面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 原因是梁一众师傅是很坚持和很执着 要求学员粗单式训练和要多练功 每天不埋包是没得推堂的训练 因为那个锤 武力 说什么都没用 梁一众永春是要求练出来的每一个动作 都必须和实际上邪得上关系 甚至他会叫徒弟之间互相对练 梁一众师傅非常注重科学角度去解释自己的权利 所以他生时从来都没有提过 没有听力那种概念 或者就是因为他不信这种理念 所以在他的训练系统里面 是不会看到那种无忧止境的 不停的粗手的这种死板的训练 他更加相信在实战上是没有人陪你玩的 不会有人陪你玩这样的东西 所以脱手才会健功夫 由于梁师傅有实践的理念为基础 所以教出来的徒弟和徒孙全部都有实战的能力 除了他的外徒蔡刊文年轻的时候之外 还有很多外籍的徒孙在外国 参加多次擂台大赛 拿到的奖杯奖牌是数不升数家